陳忠誠教授 陳忠誠教授 請上談準備 下一個是你吧 還是我搞錯了 搞錯了是不是 我先把他講我一點 Yeah right OK OK 先給你 沒有測過 有 OK OK 下一位講者 OLV 這個傳說中的牛人 出生於Zerox Lab 大家聽到這個title 大家就知道他是一個很厲害的 嘚嘚 是一位大大 大大要幫我們介紹的是 關於Wayland這個新的 Graphic Server 以及OpenGio上面的一些更動 這個東西 據說是在Megle的下一個Release的MathStone 前陣子剛結束的DeckStop Summit裡面 也有看到KD會支持Wayland GTK Plus好像也會 所以我們來聽聽看 就是打打介紹 我就不多花時間了 把時間交給你 請各位掌聲歡迎Ovi 我們今天要講的基本上就是Wayland而已 其實我自己對Wayland並不太熟悉 那我對Wayland的貢獻其實是在 算是在幫他負責MESA那邊部分的 Extension的實作這樣子 所以我的重點只會在於說 Wayland為什麼會需要EGL 跟Wayland是怎麼用EGL 也就是說你需要幫EGL做哪些事 你才能夠在你 你的想要的目標領體上面 把Wayland帶起來這樣子 那 基本上這就是 這就是我的一些經歷這樣子 那 今天要講的就是 分成三個部分 一個就是 會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Wayland 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為什麼它會被提出來這樣子 那 第二個要講的就是說 如果我是一個 platform developer 那 我要怎麼讓 怎麼讓Wayland 在我的硬體上面 跑起來這樣子 那 這個問題 待會就會看到 基本上到最後就是一個 你需要幫你的硬體 的 GPU driver的部分 那個EGL的部分 你要做一些事情 那 這在你採用 像是 PowerVR的Solution的時候 通常他們還 通常那邊部分都是 closed source的 所以這條路 大概是斷掉這樣子 那 如果你不是用 PowerVR的Solution 或者說 你願意用MESA的Solution的話 那MESA那邊大部分都做好了 對啊 然後 最後我們就會看到就是說 OK 那我 Wayland起來了 那我的application 要怎麼去寫 這樣子 對 好 那 Wayland 你如果去他的網頁看啊 他基本上 他什麼都不是 他不像 X Server一樣 就是說 他不像X Server一樣 就是說 他的網站上 就會提供你一個Table 然後裡面就是 X Server這樣子 對 Wayland 基本上他想要提供的是 他想要定義 定義一個Protocle 然後這個Protocle 是用於在 一個Compositor 跟 跟他的 Application Client中間的 溝通這樣子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他希望這個Protocle 是可以 可以很容易的被實作 可以在 你比如說你的 你可能用KD好 你可能KWIN 想要支援 Wayland的Protocle 或者說 你想要自己寫一個 你想要幫Compos 加上Wayland的Protocle 你都想要很輕鬆的 可以做到這件事 所以 所以他定義完Protocle以後 他就是提供一套 C Library的實作 這樣子 然後這個實作 讓你在寫 Wayland Compositor 也就是 Server 跟Wayland的Client的時候 你就可以忽略到Protocle這一段 這樣子 那 當然 他如果只提供這兩樣東西的話 應該沒有人知道要怎麼去用它 對 所以他又提供了 一個 Demo的Compositor 跟一大堆的Client 這樣子 雖然這個Compositor 只是Demo用的而已 但是實際上 在 Wayland的作者 已經 在Meggo 1.3已經是 就是 這個Compositor 基本上就是Meggo 1.3 在Meggo 1.3可以運作 這樣子 那我不太確定說 Meggo 1.3到時候會用XService 還是會用Wayland 對 不過 對 就是說這個Demo Compositor 基本上也是功能完整的 一個程式這樣子 好 那 之所以會提出Wayland 是因為就是說 我們現在這個圖是 XService跟它的Client的運作方式 這樣子 就是說 如果你先不看Compositor那一塊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 在 傳統 XService程式的話 就是 Client 作為 Client 想要畫圖的話 他必須把他的畫圖指令 送給 Server去執行 那Server執行的結果 會 會直接畫在那個 Frame Buffer上 這樣子 對 那 這個模式 隨著 時代的演進 就慢慢會有些改變 對 首先就是 我們 Client慢慢已經不 不送那個 X的 畫圖的指令 去給Server了 Client 他可能 改送那個 改送 XRender的指令 去給Server這樣子 那 這個改變 基本上 並不是 太大的不同 因為它還是 還是想要 還是說 Server要幫我們做 繪圖動作 Client 它本身 不是真的去畫在 Buffer上的那個人 對 但是 又隨著 時代再過了幾年 就是 慢慢的像 那個 FreeType PhoneConfig 都被提出來了 所以 自行的處理 就是從 X Server 跑到Client 然後再接著 又有 Kyro Kyro 你可能 又是不想要直接去畫到 不想要用 透過X Server去畫 或者說 用X Server畫 反而比自己畫還要慢這樣子 對 所以說你會發現說 就是你的 所有的應用程式在繪圖 就變成說 你會先自己 可以快Buffer 然後 自己畫好以後 再去送給X Server 去做最後的呈現這樣子 對 那 這種情況下 AX Server在做的事 就越來越少了 它就變成只是 就是說 它Render的部分 你都已經交給Client 自己去處理 所以它變成只要處理 就是 Driver的部分 就是說它跟那個 Mouse Keyboard 這些Input Device 怎麼接 然後 它跟它的那個 VGA卡 要怎麼去 去把它驅動起來 這樣 就處理這兩件事 對 但是 又隨著 EvDev的提出 然後跟那個 Kernel Mode Setting 就是 左下角 KMS的部分 就是說 你去設定你 顯示卡的 要從哪個螢幕去顯示 或者說你的解析度 是多少 這些事情 慢慢的 都已經在Kernel裡面 做掉了 然後你的Input Device 也都變成就是 Kernel Driver 或者是 Kernel那邊的 User Space Input Driver 去做掉 呈現出來就是一個 EvDev的Interface 變成說 X Server現在 既不處理 繪圖的部分 然後它也 它也使用一些 就是已經標準化的 Interface 去做那個 驅動的部分 它變成它只是一個 就是 架在 Client跟Client中間的 一個 IPC的Server而已 就是說 就是說 我ClientA 想要送一個東西 給ClientB 那我衝動X Server 去送這樣子 對 那變成說就是 X Server那些 比較少在用的功能 還必須存在 但是 真正在桌面上 跑的軟體 基本上都不用那些功能了 所以 X Server 站在那邊 它的立場 就會變得 有點尷尬 對 因為它還是很大 還是很複雜 但是那些複雜的功能 都沒有人在用這樣子 對 那你再加上 Compositive以後 事情又更複雜了 更複雜的原因 是因為就是說 OK我現在 每個那個 Client畫圖的結果 不是由Server幫我們呈現在 FrameBuffer上 而是說 它畫完的結果以後 會先Copy一份去給Compositive 然後Compositive 拿掉這些結果以後 去把它畫在 自己的Buffer上 然後把最後的那個結果 再傳給X Server 然後X Server 再去做呈現這樣子 對 所以說 在這個情況下 X Server 不只變成 只提供IPC而已 它更是讓 就是整個 整個流程就是 就是會多了一個東西卡在中間 這樣子 就是位置有點尷尬這樣子 對 但是為了相容於 舊程式或者說 一些比較特別的應用 X Server又不能夠說 說換就換這樣子 對 好 那 所以說 從上面這段來看 我們就知道說 那個 如果把X Server的IPC 也在Compositive裡面做掉的話 我們基本上 已經不需要 X Server的存在了 我們就只需要一個Compositor 然後Compositor 透過標準的 ColonModeSetting 跟EvDev 去做 顯示跟輸入的 驅動 對 那Client的部分 也是 就直接跟Compositor 去做溝通 對 那 他們溝通的模式 也跟 就是 就是變成說 就是 比較現代的 Toolkit的運作方式 就是說 我的Client是把我想要的東西都畫好了 然後我畫好的東西 再交給我的Compositor 去做合成的動作 對 那 舉一個例子來看啊 就會說是長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 我一個Client啊 我可能利用那個 我可能 allocate 一塊那個 Share Memory 對 然後我在上面填上我的Pixel 對 我填好我的Pixel以後 我就直接把它 直接把它傳給Compositor去 對 那因為這塊是Share Memory嘛 所以 Compositor拿到以後 Compositor可以直接去Access 這塊Buffer 然後 不需要去做Copy還是什麼的動作 對 那 這塊Buffer Compositor拿到以後 它想要做的就是 就是依照說 你現在 Client要求的 視窗的大小跟位置 然後去把這塊Buffer 貼上去這樣子 那在WayRain裡面 這個 這個 你的一個視窗的大小位置 是用一個叫 Service Object在描述的 那 它基本上是一個空殼紙 也就是說 它只是存著說 OK 我這個Service的 Z Order是在哪裡 我的XY座標在哪裡 我的長度跟寬度在哪裡 但是我的內容 基本上 不是用Service去描述的 內容是用Buffer在描述 然後 所以說 你如果希望你的 你的Service上面出現一個紅色的 紅色的方塊好了 你就是畫一個 Client就是畫一個紅色的方塊 然後把那個Buffer 塞給Compositor 它就會幫你畫 你那個Service的範圍裡面 就會變成紅色的方塊 或者說 你要做動畫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 Locate兩塊Buffer 然後就是 一直畫一直畫 然後一直交換的去 塞給Server這樣子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Server就會幫你把 你的Buffer 填到那個Service上 然後 有一個動畫的感覺 跑出來這樣子 對 那 OK 好 對 所以說 在這個概念下 我們Compositor 就是 基本上Compositor 就是什麼都不做 我就只是把你要的 把你塞來的Buffer 畫到 畫到 FrameBuffer上 這件事而已 對 那當然就是 嗯 你想要做 就是說 雖然只是單純的動作 但是如果你想要一些 半透明的特效 或者說 你視窗關掉的時候 你希望去 去做一些動畫還是什麼 那 因為Compositor 擁有所有視窗的內容 也就是那些Buffer 所以他可以對這些Buffer 做任何他想要做的操作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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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個Compositor 在運作 對 所以說 所有你看到的特效 就是一個Compositor 在做的這樣子 對 對 既然變成這個樣子的時候啊 我們想要很輕鬆的去 實作一個Compositor 就會有一些 呃 呃 這是一個重要的條件 因為我們把所有 所有本來XS Server在做的事 都已經拿出來了 對 那這些拿出來 其實是有意義的 因為就是說 呃 例如 ModeSetting的部分啊 我們把它從 XS Server 拿到 Kernel去做的話 就表示說 呃 當我系統開機的時候 從我的Console 切到XS Server的時候 我不需要 Server不需要再重新去做一次 ModeSetting 所以說你從那個 Console切到 Graphics的畫面的時候 是一個 就是不會有閃一下 也是 呃 不會有閃一下那種感覺 或者說 XS Server當掉 或者說 呃 Kernel Kernel有一個Woofs的時候 呃 他不會就是 什麼都沒有就是死掉了這樣子 對啊 因為Kernel可能可以 就做一件事就是 因為Kernel 已經去負責 設定螢幕的解析度 那些問題了 所以Kernel可以選擇 就是 OK 你S Server當掉 或者說我Kernel要當掉了 那我就是把你切回 我的Console Mode 然後我可以去印一個 DepidMatch還是什麼之類的 對 對 所以說這個趨勢就是 讓我們可以 呃 很方便的去寫一個 Compositor 對 所以說我們會需要一個 Linux Kernel 然後再來就是 UDEV 如果 如果你想要去 因為我們想要 因為我們還是必須要接到 Input Device上面去 那我們想要有Hot Plug 然後或者說我們 外接螢幕又插進來了之類的 那這些訊息我們都會 都會希望 Compositor可以去接受到 然後去做適當的處理 所以說 Compositor也會預期說 有UDEV的存在 對 這個預期是說 這會讓Compositor更好寫而已 但是你如果沒有UDEV 你還是可以寫 但是你可能就是把 Hot Plug拿掉還是什麼 這樣就可以 那EVDEV就是For Input 然後再來就是 Compositor再做的 最重要的兩件事就是 做ModeSetting 跟做Composition這樣子 那ModeSetting就是 設定解析度啊 螢幕顯示這些東西 那常見的就是 FBdev 跟現在 OpenSource Graphics 用的DRM這樣子 那做Composition的話 你可以 因為 你現在 用一個Compositor的角度來看 你拿在手上的就是 每一個應用程式的Buffer 對 所以這些Buffer 我要怎麼把它呈現在最後的 螢幕上的話 就是 你當然最無聊 你可以用MemoryCopy MemoryCopy 就直接Copy上去這樣子 對 但是那 這樣做其實就是 就是醜了一點 也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說 通常你會想要 可能就是用Kyro去畫 或者說 你最常見就是用OpenGL OpenGL或者OpenGL ES去畫這樣子 對 那 接下來我們想要看的是 就是說 因為 現在的電腦上面都有一個GPU存在 你如果不用OpenGL或者OpenGL ES去畫的話 你的CPU可能 CPU可能 跑那個Composition的動作就會太累了 對啊 因為你如果 想看看你如果是視窗師想要有半透明效果之類的 那你要把一個視窗半透明的填到螢幕上的話 你要先把本來的Pixel都讀出來 然後把你現在要貼上去這塊Buffer的Pixel 去做Blend以後 然後再貼回到螢幕上 對 那這些動作 這些動作CPU處理的來 但是 如果GPU已經在的時候 就是交給GPU去做會更快 而且GPU可以做到更多特效 例如說你想要Cube在那邊轉啊 或者說你想要視窗的縮放啊什麼這些問題 那如果說 Composition的地方交給GPU 或者就是OpenGL去畫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得到一個非常快 而且非常華麗的介面這樣子 那要做到這件事的話 有一個條件 就是你必須要有EGL的存在 而且你的EGL必須要可以 可以去 對你的ModeSettingSystem去做Initialization 這邊應該是EGL第一次出現在這個簡報 那EGL有點就像是 你要做X的繪圖的時候 你要先去開一個X的Display 你要去跟X Server做連線 然後再來你才可以送繪圖的指令過去 對 那或者說你如果有熟悉以前那個GL 現在也是GLX跟OpenGL的話 基本上也是類似的做法 就是說 我跟X的連線建立好以後 我要再去利用這個連線去建一個GLX的連線 然後建完這個連線以後 我就可以去使用OpenGL去繪圖 去繪圖 繪圖在我的視窗上面 對 那EGL的角色基本上就是 就只是 就是只是GLX的角色 只是它把所有X這個Suffix都拿掉而已 對 它的API跟它的使用方式跟它的想法 跟GLX是一模一樣的 它只是把所有X的Type跟X 出現在函數裡面的地方都把它全部拿掉 然後就變 然後把GLX改成EGL 就是這件事而已 那做完 因為有這件事以後 表示說 EGL不再跟XS Server相依了 因為它所有的型別 都已經是非常中性的型別 這樣子 所以說 你想要 在你的平台上面 把WayLAN帶起來的話 你最好是 你會希望你有EGL 而且你的EGL 可以跟你的Most AdSystem相容 例如說 我可以利用EGL 跟OpenGL 跟OpenGL 在FrancBuffer FPDV上面匯圖 或者說我可以利用EGL 直接在DIM上面匯圖 所以說 你第一件需要做到的事就是 你的EGL 必須要跟你的Most AdSystem 可以相容這樣子 我們待會兒會看到一下 Demo裡面的Compositor 是怎麼做到這件事的 你想要很快 第二件事就是說 我們剛才有說到 就是 Clients Clients 會Alocate Shared Memory 然後上面匯圖 它匯圓圓圖會交給Compositor 去做最後的貼到螢幕上的動作 那 因為Compositor的部分 它是利用GPU在做這件事的 所以說 當它收到 從Clients傳來的Shared Memory 的時候 因為這些Shared Memory 都只是存在在 系統記憶體上面 所以 它會需要去做一件事 就是它需要把 在 System Memory上面的Buffer Copy到 Video Memory上面 這樣它才可以把它 用作 Texture 也是 在OpenGL的書籍 就叫Texture 這樣子 基本上就是讓GPU可以去 使用到這塊Buffer 去做貼圖 那 想當然 如果 如果 如果是靜態的 應用程式還好 因為你就偶爾Copy Copy這樣 但是如果是一個動態的程式 或者說 你是一個Video Player 好了 你這個Copy的動作 Copy的動作 基本上就是 變成說 每個Friend 你都要去做一次 從System Memory Copy到 Video Memory的動作 對 那這個動作是一個 對Proponger是很傷的一件事 雖然說它很傷 但是 AXS Server多半就是這樣做而已 除非你去用一些 Extension 這樣子 像XVideo之類的 對 那 我們真正希望可以做到的就是說 我Client 就直接 allocate 我的HowerBuffer 就是在 Video Memory上面的Buffer 然後我Client 直接畫在這些Buffer上面 然後我 然後我 找一個方式 因為這些Buffer 就不是 已經 已經自私化的 Share Memory這些東西 就是 會隨著每個硬體 會有不同的做法 會隨著每個硬體 所以說我還要定義 定義一個 定義一個 Wayland Protocol Extension 讓我可以把我這些 HowerBuffer 也就是 在Video Memory上面的Buffer 傳給 Composite 然後我還再需要 一個 OpenGL Extension 因為我現在拿到手的不是 Share Memory而已 Share Memory 你如果有寫過 OpenGL 你可以用 GL Text Image 2D 就把它 傳給 就是傳到 Video Memory上面 但是你現在拿到手 是一個 Hower Memory 所以說你還需要 你還需要 定義或者說 使用已經存在的 OpenGL Extension 去把一個 Hower Memory 變成 Texture 然後 還是希望是 做到肌肉 這樣子 對 那 所有這些動作 都是跟硬體相關的 所以說 當你在 處理 Wayland Porting 到新平台的時候 絕大部分的工作 就是在 就是這幾個問題 你要去解決掉 這樣子 那 在Wayland Demo裡面 那個 Compositor 是 就是怎麼面對 這些問題的啊 就是 前三個 當然沒有什麼好講的 對 那 再來就是 Mode Setting的部分 它 它支援了四種 Mode Setting的方式 那 它最 當然它自己本身 最想要使用的方式 就是在 Over KMS的情況下 也就是說 我的系統 就是從Console 就是用KMS 在設定解析度 然後Wayland 就直接從Console上面起來了 不需要依賴其他的 其他的 Graphic System這樣子 對 但是 為了開發方便啊 或者說 你為了希望 你可以在 Compositor上面 再跑 再考Compositor 就有點像那個 XNest那種跑法這樣子 所以說 它Mode Setting 它支援了 除了真正想要做的 KMS以外 它還 做了 X11跟Wayland 就是Nesti的Compositor 的做法這樣子 對 那 這四個 這四個平台 前兩個會需要特別的EGL 因為我們剛剛說過 我們的EGL要可以 對Mode Setting System 去做Initialization 對 那 在Wayland 在X11上面 這個是已經 已經早就 早就有 大家都知道怎麼在X11上面 去Initialize GLX或者EGL 這樣 所以這部分 不用去處理 那 但是要對KMS 跟OpenWF Display 或者對Wayland 去做EGL Initialization的時候 就會需要一些 一些功夫 那這些都會 這些都是 OpenSource 在MESA的Repository裡面 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 它的Demo Compositor 的 Composition的部分 就是用 當然就是用EGL 跟OpenGL ES在實作 這樣子 對 那我們剛剛說過 就是 我們希望 我們想要快 快的話就是說 Client就是要 allocate Hardware Buffer 然後Hardware Buffer 要可以傳給Compositor 然後Compositor 要可以把它變成Texture 對 那為了這件事 然後也因為 會隨著你的硬體不同 或者說 你如果不想採用DRM的時候 就是 你必須要自己再定義一套 這樣子 但是當你如果有 在使用DRM的時候 基本上這一套都已經 都已經定義好了 那 也都可以在MESA的Repository裡面 找到這樣子 對 所以說 你如果有興趣去研究 WLAN 然後 你 然後去找到MESA去的時候 你就會 你會看到這幾關鍵字 那他們的目的就是 為了 為了讓Client可以去 allocate Hardware Buffer 跟把Hardware Buffer 傳給Compositor 然後跟Compositor 可以把它變成Texture 就這三個動作這樣子 對 所以說 對 這是在 summarize 一下 所以說 你就需要去做這幾件事情 這樣子 對 那 做完這幾件事以後 身為一個platform 還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 你需要你的 你需要你 WLAN上面的Client 也是可以 你還是希望你是有 你不需要 你總不希望你的Client 沒有3D game 這樣子 對 那3D game 他們身為Client 他就需要去 去用EGL跟OpenGL EX 去畫他的 畫他的遊戲的畫面 這樣子 對 那 這個部分也是 會完全跟你的 硬體相關 對 所以說 一個platform developer 就是你除了你要去做一個EGL 可以給你的 Mode Setting System 用以外 你還要再去做另外一個EGL 那這個EGL 是要給Client用的這樣子 然後Client在用的時候就是 就是 因為EGL跟OpenGL 就是我有Define的API 所以他們在 Client寫出來的時候 他寫出來的時候 就是 他寫一次就可以在 所有的compositor 或者所有WLAN的石桌上面 去跑起來這樣子 對 然後不需要去擔心 那個硬體相關的問題 我要怎麼 locate我的video buffer 我要怎麼 現在要把它傳給我的compositor 這樣子 對 好 那 Platform developer 要做的事情 大概就是這些 那 身為一個TourKit developer 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會有哪些這樣子 那 首先我們就要去 想一下那個 Client在微鏈上面 是怎麼去做繪圖的 那 就很簡單 因為就是 我耳樓可以快buff了 我自己填 就基本上就是這件事 然後我把它傳給Server去 對 所以說在存CPU的情況下 我就是耳樓可以快sharememory 然後我自己去填完圖以後 我把它送給Server 對 那 但是在 非存CPU的情況下 例如說 第二個情況下 你想要說 因為我們剛剛說到 你畫在sharememory 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你東西拿給Server 拿給compositor以後 compositor還要再把copy一次 copy到GPU裡面去 對 那 你有想說 那我是不是能夠 避掉這個copy 就是說 我client就直接去畫在 video memory上面 然後 我可以map video memory 然後我直接畫好 傳給Server Server就可以直接用這樣子 對 那這個是 這個是對的一件事 對 但是 這個還是會牽扯到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 你的client要知道 怎麼去allocate 跟怎麼去map video memory 那這個是沒有 沒有well define API的 一個動作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現在變成說 你的這塊 這塊 這塊 video memory 是client用CPU再畫 然後compositor用GPU再去sample 再去讀出來的一個 一塊buff 所以就會牽扯到 CPU跟GPU中間 要去做synchronization 也就是 CPU的write cache 要去flush掉 或者說 GPU的read cache 要去immelitate 這基本上對performance 又是一個傷害這樣子 對 所以說 最好的方式就是 第一個或者第三個 對 就是你要嘛全面用CPU畫 然後讓Server去做copy 要嘛就是你的client 從頭到尾你就是畫在 畫在GPU的memory上面 然後是用GPU去畫這樣子 對 那 如果你要選擇第一個做法的話 基本上就是 你的toolkit會需要去跟compositor 做一些簡單的溝通 去建connection 然後去要一塊 剛剛講到的surface這樣子 然後你要去allocate buffer 對 那 這些動作做完以後 因為你拿在手上的 就是一個share memory 就是一個system memory 所以說你可以 要嘛就是你可以自己畫 要嘛就是你可以用 任何現有的工具去畫 就是 例如說你可以叫Kyro出來 然後建一個 Kyro的image surface 就可以用Kyro去畫在上面 對 或者說你如果 有用過Enlightments 17的話 你就可以用Everse 跟Buff Engine去畫這樣子 對 那後來的東西就是 傳給Server去做顯示 對 對 那 這個也是GPU GPU的部分 GPU的部分就比較 比較單純一點 因為就是Playform debugger 會幫你處理掉這樣子 對 那這個就可以不用理他 對 但是 最好的做法就是說 雖然 雖然 雖然我的client 不想要用OpenGL 我想要用Kyro 我想要用Everse 去做事 但是 我們其實可以把Kyro Based在OpenGL ES上面 也可以把Everse Based在OpenGL ES上面 那在這個情況下 雖然說 我client還是照樣用我熟悉的 Toolkit去做事情 對 但是基本上 所有真正畫到Buffer上 跟那塊Buffer是在記憶體或 是在主記憶體 或者在顯示卡記憶體上面 這些問題的話 就全部都解決掉了 因為他們的Engine 本身就是會去 會去利用EGL 去要Video Memory 然後去用GPU去畫圖 對 所以這個情況下 Compatitor的 Compatitor會變得非常的有效率 不需要去Copy 不需要去跟GPU做Sync 然後Client方面也是一樣 就是他們所有的繪圖 在不知不覺中 已經都是GPU在幫你做掉了 那 那 這兩個合起來就可以 達到 非常非常高的效率這樣子 那 這也是 我們提出 vlan 他們提出vlan 最主要的目的 這樣子 對 那 應該結束了 對的 我時間已經到了這樣子 那 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聲音嗎 那我們開放一個問題好不好 一個問題 有沒有人有問題 好 那我們熱烈的掌聲謝謝 22V幫我們帶來的這場talk 這個是給你